今天本席有两个提案 那我在这里特别做一个说明 那我想一个呢 就是有关现在大家正所税的部分 因为现在明天也要进入协商了 那对于这个部分呢 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我们期盼大家也认为 如果我们现在正交税内涵正所税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 让它更符合实际 那我对于我们目前国民党的党版 本席也非常支持 全力的支持 首先我第一个要表达的 就是这个事情 我们希望不分党派 尽快让它能够有一个结果 这对于股市来讲 的确有一个正面的效应 而且大家已经有很久的期盼 所以我们也希望 在明天有一个具体的结论 那我想本席所提的这次的修正案呢 是更简化 这个版本 所以呢 也作为这个明天病案 这个审查 还有协商时候呢 做一个考虑 因为本席的这个提案呢 就是让它核实 也就是除了我们未上市贵 我们继续让它保留正所税 还有非居住者保留正所税之外 其他我们就不再有这个正所税 那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提案 对于所有的证券 业者来讲 对于所有股民 简而易懂 那我们也期盼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个IPO原来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税制 所以我想对于这样呢 可以让它更符合实际 那所以这是本席在这个提案上的一个意见 再一个呢 提案就是对于鼓励所得 那我想鼓励所得也是投资人 是否进入 愿意进入这个资本市场 或作为股票投资一个重要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参考 所以呢 我们也期盼 因为我们现在内外资相去太大 当然我们唯一的目的并不是说 我们只是为了内外资要一致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外资是20% 但是我们本国呢 除了20%之外 还要缴并入众所税 也就是这个 例如他现在我们又刚好增了一个 富人税 所以原来40% 已经变45% 再加2%的补充保费就47% 再加上我们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17%的两税合一的二分之一 是8.5% 也就是说将近有55.5% 虽然我也曾经去请教过这个邱正雄原来我们的前部长 但他还细算了一下 虽然不到55.5% 但也54点多% 的确我觉得是过高 因为一个租税必须要合于人性 要合于实际 要合于这个要非常的合理 我觉得大家才非常愿意来纳这个税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的证交税今天报纸还提出来已经今年减少 那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有很多的因素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外资到我们台湾来大部分也都是在做这个股市啊 真正的投资大概就二十几亿 但是一年在我们现在带有两千零三十亿 这么大的数字 所以我们昨天有一百亿美金就这样子领走了 所以对我们股市来讲 我们现在这个外资的持股比例非常的高 但为什么我们本国人民对于股市反而举足不前 并且我们也知道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我们今天健全的股市有帮助吗 也就是说很多人就变成假外资 如果你从法律上来讲 它当然是外资 但你实际上来讲 它只是透过国外的公司 然后回到国内 但是税负的差距过大 让人民不得不做这样的思考 并且我们的一般自然人跟法人也大为不同 如果法人也是二十趴 自然人却要负担沉重的税负 我觉得造成社会新的不公 所以如果我们便宜行事 认为这里有钱我们就多把它纳一点 或多磕一点 多拔一点毛 我们知道即使是拔鹅毛也要一根一根拔 一次拔一片我看它也会受不了 所以呢我们为了健全股市 我觉得对于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做审慎的考量 并且呢我们也知道 现在的现金股力不一定获利 而且股票鼓励系属于股票的分割 因这个视为所得跟国际的认定上 并不完全符合 因此我们也期盼 这个我们要鼓励我们的本土 我们自己的国人 要来支持我们的资本市场 要支持我们的产业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要鼓励 他们来做对投资所得租税上的一个优惠 并且呢虽然美国算是非常高的鼓励国家 但是大家要知道 我们在我们周边的国家 我们的香港 我们的新加坡是零付税 我们在看我们的中国大陆 原来20%分离课税 后来10%分离课税 但是现在只要持有一年股票以上 就是变成这个零税付 这也就是说世界各国 把所有的资本市场都认为 是一个战略的发展 在这个战略的思考上 我们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我们这个连续衰退 而且连续二十计所有资金 现金净流出将近六兆六 并且我们的高额储蓄 企业也高额储蓄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子 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课题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来面对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 这个今天报纸也说了 我们其实今年 在去年我们是超增大概700多亿 今年大概可以达到1700亿 所以呢 这个 所以我们在整个税改的过程里 原来我们调整的税付上 是不是有过当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让它核实 而且呢 让我们人民乐于纳税 让我们国家整体的发展 能有所进步 有所进展 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得不去 面对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想对于这部分 尤其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 我们在讲这个 燕捐 燕捐竟然高于我们的 燕税 那我觉得这种都是 不合理的现象嘛 那所以我们燕税 到底怎么样提高 我知道这个我们财政部 也已经有提出来 那我们也会 这个如果已经在立法院 我们也会尽快的来 来这个做排列 但是呢 我们不应该便宜行事 多纳一点 捐多一点 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就像我们的这个健保 补充保费来讲 原来我们预计 这个2%里面 大概是260亿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 快要接近500亿了 那我们难道 如果以当初预期的目标 接近两倍 难道我们调回1% 不是核实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理性的来共同探讨 谢谢 好 谢谢判委员的提案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